南投縣長林明珍 他說他今天早上 已經寄電子公文給中央了 他要聯手藍營的縣長 買輝瑞疫苗 林縣長真的有辦法買到 德國原裝的輝瑞疫苗嗎 抗疫要科學 要實在 今天南投縣政府 發的那一張文 什麼都沒有 只講只確認一件事情 原來你所謂的輝瑞 是上海復興的產品 上海復興 他跟德國確實合作 在德國生產 復必泰送到中國做分裝 第一階段分裝的時候 包裝出了瑕疵 所以做人註銷 有很多問題 還有他研究的本身 那個抗原到底是哪一種 這個要好研究 那全都要說 但是上海復興 他現在進進來的 所有的疫苗 連他自己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 都不准他在中國施打 只准賣給港澳 然後港澳 人名出問題了 大概打了一百一十萬劑 就全部停下來了 剩下就放在那邊 那放在那邊 現在是要尋求台灣當出口 那台灣當出口 這數以幾十億劑的財富 當然都有遊說團體 所以我剛剛 我不排斥BNT 我也不排斥輝瑞 疫苗要申請來台灣 OK嘛 好 真怕拿出來 好好申請 不要把它當作政治遊戲在玩 這樣對台灣很傷害 我覺得他有三股力量 有國民黨的力量 有國台辦的力量 還有上海復興的力量 國台辦現在是什麼 大家講過藍巴縣市 大家還記得嗎 2016年蔡英文上台 那時候國台辦主任 叫張志軍 張志軍說 我們觀光團到台灣去 就只去國民黨執政的 藍營的八個縣市 其他民進黨都不去 後來就失敗嘛 現在是張規留水 誰來留 劉潔一 劉潔一現在打到機會了 上次那個藍巴縣市 觀光團沒成功 這次疫苗成功 只要是我們國民黨的 實證縣市 就打得到所謂的德國疫苗 民進黨就苦哈哈的 沒有疫苗可以打 這就是一種分化 所以我說 今天再來就是上海復興 上海復興 本來這個疫苗 沒地方去了 要捐給國際 現在台灣要來買了 解除他的燃眉之急 然後上海復興還可以說 你看我們這個台灣買了這個 祖國的疫苗 這名我們的疫苗很棒 他可以拿這個再去跟北京要 進入到北京市場的門票 因為他現在進不了北京 他只能在港澳 可是如果台灣打了他的疫苗 那上海復興有理由了 你看我為祖國這個統一戰線 貢獻良多 所以我要求北京讓我進去 這是拿台灣來當什麼 進入中國的敲門磚 不然他現在中國進不去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非常複雜 而且我覺得 我認為上海復興 他結合了台灣的很多政治人物 是在用各種資源來幫他們說像 這個可以用非常多的 不管是用各種的方式來Push這個事情 形成一個排山倒海的一個方式 讓陳時中撐不下去 最後民進黨只能夠妥協 我覺得這個方法既有中國的力量 也有台灣的力量 共同的合作 我覺得非常的可怕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